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比赛正式开始 日本选手我们就不介绍了 他没什么牌面 也没什么面子 当然也没啥可介绍的 就是个小黄毛 小杂毛 好 注意看这个黑色全套 黑色裤衩的小杂毛 小黄毛 便是日本选手 结本响野 反正朋友们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 他的这个头发并不是染的 天生就是小杂毛 因为他这个从小缺钙 并不是营养不良 而是说呢 经常挨揍 经常被打 打到缺钙了 好 这场比赛看一下 白色拳套 便是中方拳手 冲天炮 杨华 基于我们中国这个魏宁辉之后 又一个全坛中炮手 我们看到 你看 结本响野并不慌 始终在有条铺紧地向中心去走 阳华 阳华倒是有一点大价 对不对 对 你看胜了场之后 漂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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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连续紧继 非常棒 结本响野并没有把节奏太变换 让阳华抓到的机会 漂亮 是 漂亮 我注意看台下的新场观众 都露出了洋溢的笑容 非常开心 没有错 看到这个小日本挨揍 没别的 但心里面就俩字 那就是得劲 好 开局不到半个回合 杨华又有一次独秒了 杨华不止全中 好的 又是疯狂鼎息 这个裁判两次推开杨华 连续两次打断了杨华的进攻节奏 并且给予口头警告 这个规则是不需连续鼎息 这也是打他陷阱了杨华的 不行了 我地方已经懵了 小腿怎么是站不稳了 自己把自己踢倒 还是头一次 好 漂亮 连续的三次爆头 对方的脑袋是不是装了什么 追动器之类的 洋华的拳怎么打得这么准 知道对方的肚子的防守 并没有那么严密 人人提及 对 我们看到这个结本箱 也没有移动 没有步伐 就像是一个开始的踢打一样 漂亮 刚才在拼打过程当中 结本像也一个右低扫 你看 杨华并没有很着急 对 即便是战阶优势 并没有很着急 人而看机会 这是很多年轻运动员 应该去承认的 那么赛前我们说 杨华的拳法呢 比邱建良还要厉害 那么这场比赛的解穿人员啊 就有邱建良 你仔细听 那这就是邱建良的声音 第二回合的比赛 冲天炮杨华 对着日本的结本箱也 好 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二个回合了 那我们都说呢 打矮子有三大宝 观众朋友们 上钩顶膝加高速跑 这场比赛 杨华呢 就是用了我们的顶膝 打这个小矮子 这场比赛还真不怪杨华 用顶膝打对手 因为这个基本响语 我们看 这小杂矛 他没有什么移动能力 比较愣 拳也不快 腿也不快 就是直愣愣的往前去冲 好漂亮 又来顶膝了 要小心 他是裁判 要小心裁判 这个连续顶膝 之前也是被警告两次了 所以杨华要小心了 这个顶膝要收着点 我们可以打 但是不能打太狠 哇 结本响眼的低扫很重啊 在晕和步验之间 贴的一个低扫都很重 是 漂亮 杨华手要拿高 对 杨华手要拿高 我的天哪 日本选手的这个抗击打能力 真的很强啊 对 好漂亮 对 这就是身高的问题 日本选手站起来 马上向教练点个头 我OK 他真的OK吗 对 还是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就是要利用这8秒 直接黑戏不要等啊 好 第二回合过去了一半的时间 杨华呢 也是不断的扩大自己的优势 第二回合已经有一次独秒了 但是我们看对方呢 依旧还能站得很稳 那这个就是日本选手啊 这个小倭寇的一个特点 关键朋友们啊 他们练拳之前啊 第一件事就是练扛揍啊 挨打 所以说我们能看到的日本选手啊 能跟中国选手交手的日本选手啊 都很扛揍啊 都很扛揍 好漂亮 哎呦 杨华虽然打得真准啊 但是不能怪杨华 因为这个金美翔也的脑袋太亮了 对方的脑壳 这个金散散的 就像一颗这个指引杨华呀 拳头方向的一颗明灯 没办法打不准啊 飞脸 对 对 速踢 杨华不错啊 但是 能不能来过飞翅啊 漂亮 哦 杨华现在在打肚子和打脸 是 他仍然是生动机器 没有打得很实 日本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 重拳 小心 小心打肚子的打脸 漂亮 哎 小心 有个偷偷跟对方拼去 不要跟对方拼去 漂亮 好 好 双方的比赛来到第三个回合 我们看杨华呢 有没有机会去KO对手 那么前两个回合 已经是有了巨大的一个优势了 杨华 好漂亮 前手平勾 追着打 日本拳手且战且退 我觉得他有点站不太住了 结本响也已经摇摇一坠 再打 哎呦 这个后指 我们看 打了一个大跟头 还能继续吗 我们看这个日本选手 基本响你 已经站不太稳了 这两步走的 走的好像是有点脑瘫啊 好像是这个瘫痪了一样 好 比赛继续 漂亮 一打前 也行 总之不要给对方喘息的机会 对 哇 日本的边角已经扔出了毛巾 扔毛巾了 扔毛巾了 好 观众朋友们 经不精彩 好不好看 日本官方扔出了毛巾 没有错 这代表投降的意思 好 注意看杨华 拿出了他的东西 拿出了他的武器 冲天炮 比赛比赛 他真的是炸了这个场子 那么恭喜杨华 非常精彩 非常的给力 同学们感谢屏幕前 您的收看和支持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